站上手扶梯 巨型的圆頂天花板 慢慢在眼前展開 這間雅典人書店 一百年前落成時 原本是華麗的音樂廳 場地可容納一千零五十位觀眾 後來一度改裝成為電影院 今年則被國家地理雜誌 譽為全球最美書店 舞台上的布曼還保留著當時原貌 劇院包廂也保留成為文青閱讀的舒適空間 不過事實上阿根廷在2000年 爆發金融風暴時 這棟大樓深陷債務危機 一度面臨拆除命運 是一個很完美的 歷史廣二十年代 文青年代的文化 今天 阿根廷跟著這個概念 從書館 多虧連鎖書店的老闆 出手神救援 還將劇場建築裡裡外外 重新整修的煥然一新 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保留下這一處 城市的美麗風景 劇院書店內 還打造了童書專區 讓小書迷也有屬於自己 能專心閱讀的小角落 我們在網上讀了這個文化 網上讀了 它原本是一個廣場 而它變成文化 我們的導師說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 所以我喜歡書 每個地方都去到 我們都去到書店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完美的地方 躺在二手書上睡得好熟 就愛書本這種舊舊的味道 引發書迷熱烈討論的 還有美國佛州戴維鎮 二手書店的這隻鎮店之貓 我們嘗試成為一個經驗 有些東西在逛逛 找到藍色的寶寶 我們希望 會讓人去到網上 甚至去到網上 看看他們的東西 雖然這家書店 還是不敵亞馬遜等線上書店 最後在2017年 吹了席燈號 蓋子筆現在在家的日常生活 在網路上還是成為粉絲 每天追隨的對象 帶來新聞 我回家編譯